兄弟姐妹们,欢迎来到这场大自然的独物大赛。 今天咱们不聊可爱猫咪或呆萌熊猫, 而是要认识十位独到骨子里的狠角色。 这些家伙长得有的美,有的怪, 但个个都能让你苗桃。 别怕,我们隔着屏幕安全得很, 请记得订阅加点赞,废话不多说,冲冲冲。 第十名,河豚鱼。 这家伙长得像柯会游泳的马鼠, 圆滚滚,胖嘟嘟,眼睛还一副无辜猛表情, 简直是大海里的可爱担当。 但别被他外表骗了, 这可是个吃一口就鸡鸡的狠角色。 河豚鱼的毒性强到能让吃货们赌命下毒, 堪称美食界的高危冒险。 河豚鱼的杀手锏是河豚毒素, 藏在它的肝脏、卵巢、肠子和皮肤里。 这毒可不是闹着玩的, 毒性比情话那高1250倍, 只要0.48毫克, 大概一粒沙的重量, 就能让一个成年人直接升天。 中毒后,你会先感觉嘴唇发麻, 然后四肢向背按了暂停键, 呼吸越来越困难, 最后心跳停止, 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 更可怕的是, 河豚毒素耐高温, 煮熟烤焦都没用, 毒性照样在线。 所以, 吃河豚可不是火锅涮一涮那么简单。 为啥河豚这么毒? 还有人前铺后继地吃, 因为它号称海中针修, 肉质鲜嫩地像在舌尖跳舞。 尤其在日本, 河豚刺身是高档料理, 薄得像纸的鱼片, 蘸点酱油, 入口即化, 简直是舌尖上的豪赌。 但这背后全靠厨师的神级刀工。 日本对河豚厨师的认证严格地, 向考NASA工程师得练好几年, 确保把毒部位踢得一干二净。 即便如此, 意外还是时有发生。 你以为河豚天生就这么毒? 错! 科学家发现, 河豚的毒素来自它吃的食物, 某些含毒细菌的海藻或小生物。 河豚把这些毒素囤在身体里, 变成自己的化学武器。 如果在无毒环境下养河豚, 它会慢慢变无毒, 像个普通胖鱼。 但别指望野生的河豚跟你客气, 碰上它们还是敬而远之吧。 河豚鱼这家伙, 完美诠释了越危险越迷人。 它用萌系外表和致命毒性, 征服了无数吃货的心, 也让科学家着迷。 你知道吗? 河豚毒素还在研究抗癌用途呢? 下次看到菜单上有河豚, 不妨想想它的独门背景。 是鼓起勇气点单, 还是默默选份寿司? 选择全在你手上了。 第九名, 鸡心罗。 毒物排行榜第九名, 鸡心罗。 这家伙长得像个精致的工艺品, 壳上有螺旋花纹, 但别被它斯文的外表骗了。 鸡心罗可是海里的毒箭狙击手, 一出手就能让猎物苗躺, 连人类都不放过。 鸡心罗的杀招是它的毒液, 藏在一根像迷你鱼叉的毒刺里。 这毒液混杂了上百种神经毒素, 统称为追毒素。 每种都能攻击神经系统, 让猎物瞬间瘫痪, 于而连白尾巴的机会都没有。 对人类来说, 被鸡心罗刺一下, 毒液会让你肌肉麻痹, 呼吸困难。 严重时心跳停止, 挂得比闪电还快。 更惨的是, 目前没特效解药, 抢救全靠医生的神操作和你的好运气。 一只鸡心罗的毒液, 能干掉15个成年人。 毒性强度比陆地上的毒蛇还猛。 鸡心罗虽然爬得慢, 但他的捕猎方式超高明。 他会伸出一根细长的吸管, 里面藏着毒刺, 像个微型飞镖。 瞄准猎物后, 搜一下射出去。 毒液瞬间让对方定格。 更夸张的是, 鸡心罗还能定制毒液, 对不同猎物用不同毒素组合, 简直是海底的毒药调酒师。 科学家说, 他的毒液库就像个化学武器工厂, 每种毒素都能精准搞乱神经信号。 鸡心罗的毒刺一次只能射一发, 但他体内有20多根被用弹, 随时捕获, 火力全开。 别看鸡心罗毒得吓人, 他的毒液可是科学界的宝藏。 研究发现, 追毒素能用来开发超级止痛药, 效果比马飞强1000倍, 还不让人上瘾。 有个真实案例, 美国有个慢性疼痛患者, 用了从鸡心罗毒液提炼的药, 痛感大幅减轻, 生活质量暴增。 鸡心罗这家伙, 完美展现了慢弓出细活的杀伤力。 他用优雅的外表和致命的毒刺, 告诉我们, 大自然里最美的往往最危险。 下次去海边, 看到漂亮贝壳, 记得先问问, 这会不会是鸡心罗的毒陷阱? 记得还是乖乖绕道吧。 第八名, 剑毒蛙。 第八名的剑毒蛙。 这小家伙长得像颗彩虹糖, 红的黄的蓝的bling bling亮到不行, 它是雨林的时尚矮看。 但别看它可爱, 碰一下你可能就隔屁了。 剑毒蛙为啥这么毒? 它的皮肤分泌一种叫巴拉毒素的玩意儿。 毒性猛到一只蛙, 能干掉十个大人。 这毒专攻你的神经和心脏, 射一下让你心跳变成404错误, 几分钟内直接人生泄目。 更夸张的是, 这毒沾到皮肤就渗进去, 洗都洗不掉。 剑毒蛙不只是毒物界的狠角色。 亚马逊的土著部落把它当神器, 把毒液抹在吹剑上, 狩猎效率高到像开挂。 有个部落传说, 剑毒蛙是森林之神的使者, 谁敢乱碰就会被诅咒。 来点干货, 冷知是时间。 一, 剑毒蛙的毒不是自己生的, 是吃毒虫毒以臀来的, 就像我们吃泡面臀脂肪。 人工养的蛙不吃毒虫, 毒性会慢慢消失, 便无毒小采蛙, 还能当宠物。 二, 剑毒蛙有200多种, 颜色越鲜艳, 毒性越强, 红黄蓝绿像在开毒性时装秀。 三, 它们的毒液被科学家拿来研究神经药物, 可能治癫痫。 那么它那么美, 可以当宠物吗? 可以, 但得确保它吃素, 不然你家可能变毒气势。 第七名, 蓝环章鱼, 在深邃的海洋, 潜藏着一个致命的秘密。 它只有手掌大小, 却能让人类在几分钟内化为雕像。 蓝环章鱼, 第七名毒物界的超级反派。 它的蓝色光环, 如同外星信号, 警告你, 靠近即是末日。 蓝环章鱼, 代号霓虹死神, 装备致命武器, 含河豚毒素的唾液。 一咬下去, 毒液直击神经系统, 让你三到五分钟内全身麻痹, 呼吸停止, 心跳归零。 一毫克毒素, 能干掉26个成年人, 解药。 抱歉, 地球科技还没解锁, 这小怪兽的毒性, 堪比外星生化武器。 被咬后, 只能祈祷救援队, 跑得比光速还快。 还有还有, 它的蓝环不是装饰, 是情绪指示灯, 生气或受威胁时, 会闪得像霓虹灯。 警告你, 别逼我放大招。 再来是它体内藏着发光细菌, 帮它制造蓝环特效, 简直是自然界的LED大师。 你可能不知道, 科学家研究蓝环章鱼的毒素, 想开发麻醉药, 但目前还在实验室阶段, 记得别指望被咬后有解药。 蓝环章鱼还超爱吃螃蟹, 用毒液秒杀, 再慢慢享用, 堪称海底美食家。 第六名, 石头鱼。 这家伙长得像快被海水冲烂的破石头, 丑到连海藻都不想跟它做邻居。 存在感低得像海底的隐形冠军。 但拜托, 别被它这路人甲外表骗了, 石头鱼可是海里的毒刺地雷。 背上13根毒针, 踩下去能让你痛到怀疑人生, 直接飞升去跟海神喝咖啡。 石头鱼的杀招是背上13根毒刺, 每根都连着毒囊, 里面装满神经毒素, 堪称海底化学炸弹。 一不小心踩上去, 毒液会像火箭发射般冲进你身体, 让你痛得像被一千只马蜂同时扎。 这毒会引发肌肉痉挛, 血压暴跌, 严重时心跳停摆, 几小时内就能送你去海底VIP席。 石头鱼的生存秘诀就是装死。 它长得像块长满青苔的石头, 完美融入海底背景, 连鱼儿游过都发现不了。 平时它就趴在珊瑚礁或沙地上, 懒得动, 像个海底宅男, 等着猎物或倒霉蛋自己送上门。 一旦被踩, 毒刺自动开火, 速度快得像机关枪。 科学家说, 石头鱼的伪装术在海洋生物里排前三, 连侦探鱼都查不出它的户口。 第五名, 内陆泰潘蛇, 毒物排行榜第五名, 江湖人称澳洲独霸。 别看我长得像条普通蛇, 灰不溜秋, 平时爱躲在澳洲荒野的石头缝里, 像个射孔宅蛇, 但惹到我? 我的毒业能让你直接关机重启, 连后悔的时间都没有。 我,内陆泰潘蛇, 毒性强到没朋友, 一口毒液能干掉一百个成年人, 毒性比眼镜蛇猛五十倍, 堪称液体核弹。 我的毒液是神经毒素和血液毒素的豪华套餐, 咬一口, 血液会凝固, 肌肉会坏死, 神经系统直接拦屏, 几分钟内你就得去跟袋鼠的祖先叙旧。 解药? 有是有, 但你得跑得比我毒发还快, 不然你就只能见你的太奶。 根据研究, 被我一咬的毒液含0.025毫克神经毒素, 够毒死一百人, 毒性强度甩其他蛇好几条街。 人类科学家超爱研究我, 夸我毒液是生物化学宝库。 我的毒素能用来开发新药, 治疗心脏病, 高血压, 甚至癌症。 有个研究团队用我的毒液成分做了实验药, 救了个心脏病患者, 简直让我成了毒界慈善家。 但别误会, 想拿我的毒液, 先别被我咬啊。 第四名, 巴西漫游蜘蛛, 这家伙八条腿跑得飞快, 长得像个毛茸茸的小流氓, 在巴西丛林里横着走, 像毒物界的街头痞子。 别看我个头小, 我这毒液一咬, 够你躺平喊救命, 外加点尴尬副作用。 巴西漫游蜘蛛, 毒液可是高能混合炸弹, 里头有神经毒素, 能让你呼吸困难, 心脏乱跳, 严重十几小时内就得去见祖先。 一咬的毒液能干掉二十个成年人, 毒性比普通毒蛇还猛。 更离谱的是, 男性中招后可能会, 站得特别挺好几小时, 尴尬到想钻地洞。 幸好有解药, 及时送医能保命。 不然, 我这毒拳可不留情。 别看只有几厘米, 它跑得比你家狗还快。 它在丛林里跑酷, 钻树叶藏香胶堆, 专门埋伏粗心鬼。 它的毒牙像袖针飞刀, 一咬下去, 毒液直冲神经, 猎物瞬间趴街。 它还能举前腿恐吓, 像在说, 来啊, 单挑啊。 科学家说, 我的毒液是神经破坏神器, 效率高得像毒界跑车。 科学家对巴西漫游蜘蛛的流氓毒液, 爱得要死。 我的毒素能用来研究神经疾病, 还可能治疗某些男性问题。 有个实验用我的毒液成分, 帮患者解决站不起来的困扰, 简直让我从街头小混混, 变医学大佬。 巴西漫游蜘蛛, 用跑酷身法和射死毒液, 稳坐毒物排行第四, 提醒你, 别惹毛茸茸的家伙, 毒起来不带眨眼。 下次买香蕉, 抖三抖, 别让他给你免费毒液套餐。 第三名, 僧茂水母。 这家伙飘在海面上, 像个蓝色气球, bling bling的散发梦幻光芒, 像从童话里逃出来的仙女水母。 她可是海底的独木天王, 触手一挥, 亿万个毒刺上场, 瞬间让猎物变成悲剧角色。 僧茂水母的触手, 藏着亿万个毒囊, 每个都装满神经毒素, 堪称海底毒淡雨。 一碰上去, 毒刺向机关枪扫射, 毒液直冲你的神经和心脏, 痛得像被一千伏高压电击, 中毒后, 你会先痛到满地打滚。 接着呼吸困难, 心跳失控, 三分钟内可能直接泄目。 更可怕的是, 毒刺会粘在皮肤上, 继续加演毒性, 连救命时间都不给你。 解药, 对不起, 剧本里眉着眼, 它不是一只水母, 而是好多小生物组成的水母联盟, 像个漂浮的剧团, 它的触手长达两米, 挂满亿万个毒刺, 像舞台上的致命流苏。 捕猎时, 触手像舞者般挥舞, 缠住猎物, 毒刺齐发, 瞬间让鱼儿变成静止画面。 更夸张的是, 它随羊流飘, 哪里有水哪里眼, 防不胜防。 僧茂水母的毒液虽然狠, 但科学家给它颁了个最佳配角奖。 它的毒素能用来研究神经系统疾病, 甚至开发止痛药。 有个研究团队用僧茂水母的毒液成分, 帮一个神经痛患者减轻痛苦, 简直从海底反派变医学英雄。 但别急着给它鼓掌, 想研究它的毒, 先得活着离开它的剧场。 第二名, 澳大利亚湘形水母。 咱们来认识毒物排行榜第二名, 澳大利亚湘形水母。 这小家伙飘在海里, 透明地像个果冻, 触手飘来飘去, 活像个海底小仙女在跳芭蕾。 它那四四方方的脑袋, 看起来萌得让人想捏一把, 但拜托, 这可是海里的萌凶怪兽。 触手一甩, 亿万个毒刺上线, 分分钟让你从挖好可爱, 变成救命啊! 香水母的触手是它的超级武器, 每根触手上藏着亿万个毒刺, 装满神经毒素和心脏毒素, 简直是毒液豪华便当。 轻轻一碰, 毒刺像狂欢派对的烟花, 噼里啪啦扎进你皮肤, 毒液直冲心脏和神经, 两到三分钟内就能让你心跳下线, 比鲨鱼咬一口还快。 更惨的是, 毒刺会粘在身上, 继续撒毒, 连救命的时间都抠得死紧。 别看香型水母像个软绵绵的果冻, 它可是海底的隐形刺客。 它的身体透明得像空气, 游起来慢悠悠, 触手却能伸到三米长, 像个漂浮的捕兽家。 它有六十多根触手, 每根都布满毒刺, 捕猎时像跳舞一样缠住猎物, 毒刺齐发, 于而瞬间变成浮尸。 更夸张的是, 它还有四个眼睛, 能模糊看清周围, 像个低配监控。 游泳时根本看不到它。 第一名, 贝尔彻海蛇。 人类们, 准备好迎接毒物排行榜的 终极boss, 贝尔彻海蛇。 我是海底的黑暗霸主, 长得像条普通海蛇, 黑白相间的鳞片, 低调地向路上人行道。 但我的毒液? 一口能干掉一千个你, 堪称毒界灭霸。 我平时躲在深海, 懒得离你们这些陆地生物, 但谁敢来我地盘撒野? 抱歉, 我的毒液可不是吃素的。 我的毒液是宇宙级武器, 含神经毒素和肌肉毒素, 堪称毒液界的黑洞。 一口下去, 毒液能让你的神经系统 全面崩盘, 肌肉瘫痪, 器官衰竭, 最快几分钟就送你去宇宙尽头。 我的毒性比第五名的陆地最毒的内陆, 太盘蛇还强一百倍, 一滴0.01毫克的毒液, 就能干掉一千个成年人。 别看我长得不起眼, 我可是深海的隐形霸王。 我的毒液虽短, 只有几毫米, 但注射效率高得像毒液火箭。 一咬直达血管, 猎物连挣扎都省了。 我在水里游得像人者, 悄无声息, 靠侧线感知周围动静, 连鲨鱼都不敢跟我硬碰硬。 我的毒液产量虽然不多, 但质量逆天, 一滴就能清场。 人类科学家对我这毒霸, 又爱又怕。 我的毒液是研究神经毒素的金矿, 能用来开发治疗心脏病, 癫痫的药物。 有个研究团队用我的毒素成分, 帮一个神经紊乱患者恢复正常。 但想拿我的毒液? 先学会潜到700米深, 还得躲过我的毒牙飞蛋。 我, 贝尔彻海蛇, 用低调外表和宇宙级毒液, 称霸毒排行第一。 我是深海的灭霸, 提醒你们, 别小看安静的家伙, 堵起来能清场。 下次潜水, 看到海蛇游过, 赶紧闪, 别挑战我的毒霸地位。 这十大毒物, 每一个都让人闻风丧胆, 但也展现了大自然的奇妙与恐怖。 但现实生活中, 遇到他们, 记得还是乖乖绕道走。 快留言告诉我, 你想看什么内容, 还有别忘了订阅和点赞。 以下是我觉得你会喜欢的影片, 赶快点进去看看吧。 反正不需要你一分钱, 我们下期见。 。